閃靈樂團的團長Doris來跟我們分享這個 國家不獨立 音樂不獨立 那精彩好戲即將要開始 請大家一定要趕快停下腳步 或是鎖定我們臉書的直播喔 三二一開始囉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 新義南松山區的立委參選人呂心潔 那我們今天呢是我們的白場開獎名人站台 Part 3第三場 那很歡迎周邊的朋友一起留下來 跟我們共度這半個小時的時光 然後我們線上呢其實也有在進行直播 那Doris在我身邊的這位 我們今天的名人站台 其實邀請到非常厲害 現在的閃靈樂團團長Doris 掌聲鼓勵一下 然後Doris可以跟我們鏡頭的朋友打打招呼 哈囉大家好 對今天Doris的主題呢 欸她的那個Tempo跟我有點弱 不會不會 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有聽過閃靈在樂團台上表演 就知道你們的風格這樣子 就會有人說你台上台下差的有點多 對啊還蠻多人這樣講的 很多人這樣說齁 對啊對啊 所以我們一開始在討論這個活動的時候 其實就一直在想說 那我們要怎麼樣呈現出來Doris平常的樣子 所以我們就說那我們不然現場來彈Bass好了 然後她就說可是有點無聊只有她一個人 對想說還是用講的好了 對然後今天要來跟大家討論一下的是 我們今天設的主題其實是 國家 國家不獨立音樂不獨立 對 那其實是有這個淵源的 然後等一下可以請Doris稍微解釋一下 那也邀請旁邊的民眾朋友呢 可以來跟我們一起共度這二十幾三十分鐘 那好我們還有穿背心的我們的志工朋友 跟我們的工作人員 如果大家很疑惑我們到底是誰 可以拿一下我們的文宣稍微了解一下 好那我就要來問Doris問題啦 好 我首先要先謝謝你答應來站台這樣子 對 妳Call的我一定都答應 比那個你的戰友還早來站台 我其實之前都有在媒體上公開說過 我非常欽佩Doris 因為大家應該知道她的另外一半是 林常佐Freddy先生 但是她非常在很公開的就說 她是有她的主體性的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一進入到選舉 常常候選人的另外一半 她就變成一個附屬品 對 台灣的傳統的選舉文化很容易這樣 可是這個 最近我這幾天開始 慢慢開始接觸一些這個 傳統選戰的這種敗票行程以後 我覺得 好像這對有些人來講 他可能也只能用這樣的方式 來感受到你的親切感什麼的 所以我 那妳現在有被人家叫什麼夫人了嗎 沒有耶 因為妳有事先說不要叫夫人 可能一般的就是做生意的啊 或什麼的賣票 那要怎麼樣介紹我給他們 那可能有時候競選 競選團隊他們很快就會這樣講 對 然後不過沒有關係 我覺得可能對他們來講 知道我是團長 跟知道我是什麼什麼 那可能對他們來講都是一樣的 總之就是為了幫某人拉票這樣 是了解 所以妳現在慢慢也好像也有點接受這個角色 那不要太長期就好了 對對對 三時間 對還有四時間 一月十六號之前違憲這樣 就一月十六號之後不要再叫她林昌佐的 還有Kanchu或是夫人 她是Doris 好 那當初要討論這個題目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我們知道 閃林是獨立樂壇 而且長期都非常關係 可能跟國家政治或者是說跟社會相關的事物 對 妳是大概從什麼時候開始 比如說參與音樂 然後還有關心可能社會相關的事物 我想可能是大概差不多是高三那個年紀 不對 差不多大一 大一大二那個年紀 方便問一下大概是什麼時代嗎 大概上個月這樣子 對對對 去年這樣 去年大一啦 今年大二啦 應該有十幾年了吧 對 因為完全看不出來 對 然後 不過那個時候其實我是那個年紀 但其實我念 那時候是念專武 就是在準備插大 然後剛好我們學校有一個老師 他在教英文文法 這一門課 然後那時候我是念台北商專 然後那個老師就是上課的時候 大家都準備插大或是二技 然後呢 那個老師他沒有在教我們英文文法 他也有在教啦 可是他可能上課上一半會拿一個那個 台語民謠的那個 唱民謠 對 他就開始教我們唱台語歌這樣 對 英文老師教唱台語歌 對 超酷的 然後那個會覺得 要公布他的名字嗎 在這邊 我有點忘記了 不過他後來有帶我們去一些比較 他覺得有會跟的同學 就是不會翹課 不會因此而翹課 而繼續留下來跟著他唱台語歌的同學 然後有帶我們去報導新生啊 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慢慢有接觸這方面的事情 接觸一些本土意識 還有跟政治社會相關的議題 對 然後那時候因為台北商專的地理位置的關係 離行政院很近 然後那時候有一些反對 就是那時候有一些在野的一些反對抗議的活動 然後我常常就會拉我同學一起去 因為就很近 對 就在行政院或立法院那邊抗議 然後我們就常常去這樣 然後還有被水柱噴到這樣 你也有被 從那個時候就被噴到 對 大概那個時候開始吧 那就是大家都知道你們的音樂 其實本土意識非常強烈 對 那其實我們 像我自己在參選 都從三月宣布參選以來 就常常其實會邀請一些藝人朋友 想說 願不願意來站台啊 或者是說來 為我們就是暫薪這樣 但是其實通常得到的回應都是 我很支持你 我很希望你當選 很希望新政治在台灣這塊土地生根 但是可不可以政治歸政治 音樂歸音樂 你怎麼看向這樣子的回應 以前啊 我每次被人家這樣講的時候 我當然很不服氣啊 對啊 我會覺得 你會這樣講的話 一定是你腦袋裡面先有個小警總 小警總 對 就是覺得說 為什麼你在唱你的歌的時候 講到什麼台灣的歷史 或者是你在歌和歌中間 有那個break的時候 你在那邊講 在那邊罵馬英九 或者是在罵現在政府 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你一定是被 被某些人 被某些人 對 被某些人的煽動 就是這樣 但是 我就會覺得很奇怪 我反過來會想說 奇怪 你會有這樣的想法 那是不是因為 那是不是你比較奇怪 你怎麼會覺得說 我在就是 我在我做的事情裡面 我很自然而然的去表達我對這個土地的一些想法跟感情的時候 會被你認為這是一個很政治化的動作 那奇怪的是 所以你覺得政治跟音樂其實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嗎 因為通常我們聽到政治 會想到音樂嗎 會嗎 在場的朋友比較少 會聽到音樂你會想到跟政治有關嗎 有時候會 有人說會 也有人說不會 那對你來說政治跟音樂的關係 我覺得 其實大家有時候被淺移默化了 可能沒有到那麼強烈的感覺 可是你可以發現像台灣的音樂 就是我們解嚴比較 我們解嚴到現在才幾年而已 對 就是沒有很久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我們的一些流行歌的發展 其實都是還是那種 我的感覺還是那種比較乖的 如果有些藝人會越來 有禮貌乖巧 對 有禮貌乖巧 在國外我們其實可以常常 比如說像YouTube、樂團 我覺得他們長期都非常關心 各式各樣的社會議題 包含是核能 然後包含是一些國家 比如說一些歐洲之前 像我有一些比如說難民啊什麼的議題 其實他們都會透過他們的音樂來發生 在台灣好像比較少見一點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種 就是排行榜前幾名的那種藝人啊什麼 就是從20年前到現在 那個曲風其實沒有差別太大 老實說就是慢慢的 都是那種抒情歌就最賣 對 然後可能現在有一些就是 我愛你你愛我 對 然後現在 我愛你你愛他 對 可是你看他音樂上面的多元性 就沒有到那麼高 沒有說各種曲風都能夠被拿來 就是就算有感覺也很像是就是 就是 陛下的 不是 它很像是 譬如說我今天要做得很像很搖滾的感覺的話 那我可能 他的歌本身的意義對我來講 聽起來還是那種救國團的那種 有點像團康歌曲 然後用Band的方式來表現出來 對 但是他真的 他的內涵 會覺得還是比較傳統 但是只是可能用一些 比較流行的手法 對 用搖滾的包裝 對 用搖滾的包裝 然後你要做電影就用電影的包裝 但他實際上內心他的歌詞 或是他要表達的東西 其實真的是很 你會發現他的內涵 其實還有他的深度 其實真的滿 滿不夠的 我會發現其實很多的歌詞 現在台灣的音樂 他是比較個人化 就是他可能闡述個人的情感 或是我的關係 但是可能對於社會整個的議題上 比如說大家最近很常關心的一些 比如長期以來的反和的議題 或者是國家主權的議題 在音樂上的闡述好像就相對比較少 或者是大家會覺得他是小眾 可是我發現這幾年有比較好 這幾年就是 不管是民間的那種社會的運動 就是那種抗議的活動 然後或者是一些社運 或者就是像一些創作 音樂創作人他們也有開始在 其實他們一直都有在做 只是這幾年比較被重視 他們會做一些關於反和的歌曲 關於對於國家暴力的一些控訴 什麼的 這些主題已經納入到 他們的歌曲創作裡面 可是在主流音樂圈裡面 還是會把他們歸納到說 你們這個就是一種比較 alternative的音樂 就是另外一個部分 不是主流 對但我覺得這很奇怪 因為你們說那男生的歌手或藝人 你們就算是什麼大唱片公司發 但是你們放到那個唱片行的架上賣 也是可能一兩千張或是有時候幾百張而已 到現在就是在現在這個年代 可是有時候這種獨立音樂創作人 他們的歌曲他們的CD 有時候可以賣到好幾千張 甚至跑到上萬張的也都有 對然後就像你們會到國際上 我記得聽過Freddy跟Doris講一個很感人的事情 就是他們到國際上去開演唱會的時候 其實來的不一定是台灣的歌迷 通常都是很多國外的歌迷 其實我覺得這有兩種做法 就是以閃鈴 就是你去 我覺得音樂圈有兩種做法 那比較被一般的人覺得說 怎麼樣去成為國際樂團方法 第一種就是看你的市場在哪裡 我就去那個地方去經營 那閃鈴是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說 欸這地方根本沒有人聽Metal這種東西 那我沒關係我就把自己做得很屌 然後讓你開始喜歡我 那閃鈴是屬於這樣子的類型的 所以去開疆僻土 那有些人是知道說 啊 抒情歌現在比較流行 所以我的band要來做抒情歌 所以這是兩種操作的方式的不同 沒有說哪一種好哪一種不好 可是如果你在一直長期發展下去以後 你會發現譬如說像現在很多台灣的藝人 那他們會想要發展他們的國際市場 但是他們很奇怪把國際市場 把它定義為國際華人市場 是華人市場 所以其實他今天到了 他今天到了中國 他到了日本 他到了韓國 甚至到了荷蘭或英國或美國 這個地方表演 去他演唱會裡面看表演的那些 百分之九成五以上 都還是當地的華人 或者是台灣人 我有 我曾經是那個 真的嗎 對 我在澳洲的時候 唯一的嗜好就是 去那邊聽台灣來的歌手的演唱會 然後就會 比如說誰來我都去聽 就有一種思想的感覺 但是真的進入到那個場裡面 就會發現大概九成 其實可能不是九成五 九成九都是華人 對 你會發現 對於你這個音樂產業去 你這個音樂創作者去 真的去深耕那個國家的音樂市場來講 其實根本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 像我爸以前他是台式大樂隊 大概在二三十年前 他那時候就常常出國 去各國去繞軍啊 去圍繞僑胞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他很屌 他那時候可以去 在二三十年前的時候 他就可以去丹麥啊 去什麼荷蘭啊 去德國這種地方表演 但是他那個就是圍繞給在地的台灣人 或是一些華僑的僑胞去聽 那我發現現在這些商業的藝人或是歌手 他們在操作他們的國際市場的時候 竟然也是用 同樣過去那種圍繞僑胞的方式 你去英國 你去賺台灣留學生的錢回台灣 對 從台灣留學生從台灣賺的錢 然後去麵花 那你真的是在幫 你到底是賺到誰的錢 你在替誰賺到錢 那我當然 這可能都有他們各自的商業考量 可是我覺得 我只是回到說 你去思考台灣人在發展國際市場的時候 碰到怎麼樣的瓶頸 就是我們一直的把我們的國際市場 限縮在國際各個國家裡面有華人的 這個是我們的市場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奇怪 所以反過來說 我不是說閃鈴真的很屌 或是很厲害或什麼的 閃鈴其實在國外 我們辦演唱會有時候幾百人 有時候辦我們Headline的秀 可能是最多就是上千人 對 除了上音樂器的話 那就有好幾萬人 可是我們的做法的話是相反 就是百分九成五的話 可能就是當地的荷蘭人 德國人 芬蘭人 或是日本人 那你們是唱 我們到國外的時候 我們有英文版 但是我覺得這個語言的限制 其實還好 因為我有時候想說 欸 我們唱國語 唱中文 到底別人聽不聽得懂 但有時候想說 我們自己也都聽 我們聽英文歌 聽日本歌 然後也會聽各式各樣語言的歌 韓國歌 我就不相信所有聽韓國歌的人 你都聽得懂韓文在唱什麼 而且像現在韓國藝人 跟日本藝人 在那種中南美洲 其實都蠻強的 中南美洲嗎 他們很厲害 他們真的就是 當地的時候都硬唱日文 硬唱韓文這樣 然後台下人就是跟著學啊 他喜歡他的音樂的時候 他就是他什麼語言 他就是跟著學 但我想這個 是不是跟國家的一些政策 比如說一些文化相關的政策 或者是我一個台灣的外交政策 我們怎麼看待我們所謂的國際市場 也會有很大的關係 我曾經跟文化部的 其實文化部 我們一直以來都還算相處得不錯 可是我曾經有跟其中一個還蠻 算位置還蠻高的官員 在文化部裡面開會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台灣未來的音樂市場 就是在中國 這件事情讓我覺得很奇怪 是唯一的一條路 而且他說我們再不努力的話 而且他沒有說我們再不努力 他是用一種覺得威脅 或者是有一點覺得 這就是現狀 這就是未來的趨勢 的那種口氣在跟我說 你知道嗎 接下來過幾年以後 中國的音樂市場 就會趕上台灣了 我說So what 你是政府官員 所以你要想辦法 你講這給我聽的意思是什麼 你應該要想辦法 讓我們繼續領先 而不是擔心後面的人來超前 我後來就覺得說 其實台灣音樂市場很奇怪 我們有了周杰倫 有蔡依林 可是這是他們幾年前開始 他可能是2000年的時候 紅紅到現在 是我高中的時候 我記得 我們這中間還有誰 有下一個周杰倫或蔡依林嗎 其實沒有 那這些年台灣的音樂圈在幹嘛 就一直往中國發展 其實 往中國發展是一條市場的路沒有錯 但是他們還在發展的階段 所以我們不用說 變成我們的藝人有點 我們台灣的音樂圈有點懶散 有點... 不用太精益求精 你可以用我們原本在台灣的狀態 去到那邊 你就可以打敗 打敗非常多那邊的競爭者 對 不是說那邊不好 而是說他們還沒有發展起來 那台灣人就有點覺得說 我好像搶到一個很大的市場 的那種想法 覺得說可以在那邊賺到很多錢 但其實 你賺了這10年的錢 接下來呢 接下來是日本跟韓國的音樂 一直超越我們 因為他們沒有在 他們沒有另外 他們除了韓國或日本的本土以外 他們沒有另外一個 什麼韓語或日語的市場 對 所以他們必須要放眼 對 放眼 他們放眼就是國際 他們出了韓國的國際 或出了日本的國界以後 就是他們的全世界 所以他們就是 在國內就已經很拚了 所以他們的品質一直一直的在提升 可是 台灣反過來說不是 所以10年 15年後的現在 我們台灣面臨到的問題就是 我們的音樂的素質或產業 其實沒有 隨著時間的過去而提升 對 反而是日韓的音樂一直 一直還是強勢的文化 一直輸入到台灣 所以我覺得這個跟 從台灣 大家常常說音樂跟政治沒有關係 好 那可能是在這一天 你聽起來感覺好像沒有關係 聽我們在路邊講這個 好像覺得不痛不癢 或是怎麼樣 可是你放眼到10年 20年 30年以後 你發現那個落差會是這麼大 是 好 那我再跟經過的朋友 稍微宣傳一下 我們是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 我是新一南松三區的立委參選人呂欣傑 那我們希望透過像這樣在街頭開獎的方式 來跟大家說明我們的理念 也讓大家來認識我們對於新政治的想法 那今天是我們的名人站台的第三場 所以我們邀請到閃靈樂團的Doris團長 今天來跟我們談一談音樂跟政治的關係 那剛剛其實都有聊到說 其實音樂國家的相關政策 其實會影響我們的產業非常多 那同時我們也有在進行臉書上的這個現場直播 所以等一下呢 有網友問問題嗎 還沒有 那有沒有說現場的朋友 現場的朋友 有沒有想要問什麼樣的問題 今天機會非常難得喔 因為今天機會很難得 我們今天邀請到閃靈樂團的Doris團長 來今天跟我們進行這個白場開獎的這個活動 那我自己也還想要再問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閃靈樂團是用 常常用音樂來表達自己對國家跟政治的想法 那這條路上有沒有一些人 比如說刁難過你們 或者是說威脅過你們 或者是說 威脅過你們 威脅的話有啊 有威脅是不是 最喜歡聽這種的 對 威脅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到有一年 2013年的時候 我們去美國巡迴的時候 然後巡迴到 因為那時候 那前 好像在去那個巡迴之前還是怎樣的 我們自己有辦一個那個西藏自由音樂會 第二節 然後接著我們在網路上面有 因為那時候藏人自焚的新聞非常的多 非常多 對 那個13年的時候 對 然後我們在網路上面有寫Free Tibet這樣的訴求 然後可能被就是對岸的網友看到 然後他們有在他們國內的網路上面發小 所以後來我們去美國巡迴的時候 就有接到那個來信 就是對岸網友的來信 所以如果我們敢在那個舞台上面講任何關於這種獨立 或者Free Tibet的事情的話呢 就要把我們就是要把我們幹掉這樣子 這怎麼 他有說明要怎麼幹掉嗎 沒有 我 他沒有說要怎麼幹掉 但是對我們來講好像就是一種覺得 嗯 那你是要怎樣這樣 所以那台灣人就是不是 就是台灣人不是被嚇大的 就是我們反而 我們是被嚇大的 我們確確實實是一個被嚇大的民族 沒有錯 就是有一千個飛彈對準台灣 我們都還屹立不搖的站在這裡 對 每天大家你看還繼續逛夜市 然後繼續吃東西 我們就是從這樣子長出堅毅的民族性 對 所以我們就是在國外巡迴的時候 我們就在吃飯的時候 就是茶餘飯後就聊到這件事情 結果跟我們一起巡迴的那個團隊 manager 是德國人 他聽到以後就整個嚇到 他覺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威脅 對啊 他覺得對他來講就是一種恐攻吧 對 就是ISIS在威脅 所以他後來就是跟另外一個團講 然後也去跟場地的那個security啊什麼 他們全部都講說 欸 接下來幾場 這個團要特別注意 你們一定要加派人手 因為我們有受到威脅什麼 欸 可是有趣喔 他保護你們 他希望你們不要受到威脅的方式 是加派人手 而不是跟你們說 那你們就不要在台上講這個就好了 對 你看就很厲害 處理方式是不一樣的 對 如果在台灣的話 台灣的那種演藝界或是音樂圈的話 一定就是說 哎呀 你就不要講那些嗎 不要講啊 你就說Free 然後後面那個字不要講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文化上面差異的不同 所以我們接下來幾場 就是很受到保護 然後我們在台上就也沒有在怕了 我記得他是在芝加哥吧 就是他說我們到芝加哥的時候 他要對我們就是不利這樣子 結果後來我們去表演的時候 我就不管喊超大聲在台上 那太太太現在一直喊Fritipay 有帥擊他嗎 沒有 帥擊他一邊喊Fritipay 他被 對 我就在台上一直Fritipay一直喊 然後 結果他也沒有出現 結果這個人也沒有出現 就是類似的狀況 大概發生過這一次 持續都有嗎 還是就這一次 其他的當然就是在網路上面罵很難聽 可是人生威脅比較明顯感受的是那一次 我其實也有類似的經驗 因為像我之前其實有拿台灣 大家都知道有台灣國的這個護照貼紙 然後我有一次就黏了那個貼紙 然後就拍了一張照片 傳到我的臉書粉絲頁上 然後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就也是被傳到對岸的 就是一個網路媒體 然後就我的臉書就湧入大量大量中國的網友 然後就有很多人丟很噁心的圖來 就是嚇我啊 什麼就是刀子插在肚子上的 然後或者是有很多裸露圖 然後就會用很多攻擊女性的方式 用羞辱女性的方式 就是充滿了我的臉書的這個信箱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在想說 他們記這個的時候是希望我害怕吧 對 或者是要宣洩他們的不爽 但是我就一直想說 嗯 這個有什麼好怕呢 我們台灣人就是被嚇大的 真的 但是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我為什麼剛會問那個問題 是因為我當初要開始出來參選的時候 而且是走一個比較小黨新人 而且是新政治的這樣子新的路線的時候 我的家人其實都會很擔心 都會一直問我說 你會不會有人身上的安全 包含是我這十幾年來做社會運動 我媽大概每個星期都會問我說 有沒有人欺負你 有沒有 你會不會 有時候我們每次上街抗議完 我媽就會說 有人幹你不帶嗎 她就會很擔心 所以我覺得在我們上一輩 參與政治 對 或者是表達自己對政治的立場跟訴求 其實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對 其實我這一次就是 其實應該講起來 嚴格講起來 應該是2008年的逆轉勝的時候 我那一次算是很非常接近 就是傳統選戰的那個氛圍 其實那個時候就會 心裡面就會有一些恐懼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我們的那個總部的外面 就我們那個青年逆轉本部 在台電大樓旁邊的時候 就常常被人家丟東西 或者工作人員在裡面的時候 常常就有人進來就是很大聲的罵 或者是會對他們動手動腳的 直接這樣子嗎 對 直接 對 然後難怪我們的管區啊 就是我們辦公室的管區 一天會來五六次 然後都會一直進來說 呂小姐 你們最近還好嗎 然後我就想說 我們挺好的啊 你為什麼一直進來問我 他一直說 如果有人威脅你 你要趕快打電話跟我們說 所以過去的傳統選戰 其實是很常發生類似的事情 對 可是但是這八年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 年輕人的那個覺醒的速度 比我想像中的快 跑得很快 真的跑滿快的 可能有一點敗臉書之刺吧 就是訊息傳播的速度 變得非常的快 所以大家那個 會覺得現在想起來 嘿嘿 然後就是T台還是中天吧 就是 中叉跟TXXX這樣 在報導這則新聞的時候 他們用的說法是說 我們學五月天在主台上面 嘿嘿嘿 然後我就整個有點 覺得有點太荒謬 因為嘿嘿嘿這種是全世界的 對 不分語言大家都會嘿嘿嘿啊 對 譬如說我看你的時候會說 耶 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今天如果有人這樣夜的話 就說欸你是學誰 你是學Doris Doris Doris才能夜你不能夜 對我想說這件 就是胡者啦 就是斷砍破 對但是她 她的標題下去 然後 在那個螢幕上面 然後那個主播的講法 一講下去以後感覺會做什麼 其實會直接進入到腦海 腦袋裡的這個記憶體 對然後大家都覺得 我們到底在幹什麼事 我們是不是在模仿誰 在學誰 然後我就覺得 幹這根本是你搞錯話了吧 應該可以吧應該可以 我們網路直播 而且現在那個時間已經晚上了這樣 我覺得我今天還用詞 算滿保守 真的我其實平常就是也會這樣 好我來跟在周邊經過的朋友 再宣傳一下 我們是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 第三勢力的政黨 我是新義南通餐區的立委參選员呂欣傑 那我們今天在這裡是進行 我們擺場開獎齁 名人站台第三場 請到閃靈樂壇的團長Doris 來跟我們一起談談政治跟音樂的關係 不知道現場有沒有朋友會想要提問 或者是網友有沒有 我們今天的連線順暢嗎 順暢順暢順暢 網友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 過了今天可能就沒有下次 他現在都要掃接 他現在網友都要掃接 他現在網友都要掃接 臉書還是可以思訊 可以思訊他 不一定會回就是了 有沒有現場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有人問說要如何透過音樂來參與政治 好有一個網友問說 要怎麼樣用音樂來參與政治 我想說我這種幼幼般的音樂方式 就是我有時候有什麼政見 我們可以把它編歌編出來 就是你可以講給你家小朋友 唱給你家 一秒鐘惹腦音樂人 一秒鐘惹腦音樂人 就是像我這一種白目的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政見編成一首歌啊 這樣子唱給肩膀鄰居聽嘛 對不起我真的是不專業回答 對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其實很好 就是大家對音樂的解讀都不太一樣 用自己的方式來參與 我覺得都很好 然後但是我有另外一個覺得說 怎麼樣以音樂的方式來參與政治 我覺得第一個可能就是 不要不要在內心設下任何的小景種 真的就是這樣 就是你看到這個藝人去參加什麼 關於一些政治議題相關的活動的時候 我覺得你不用 貼標籤在他身上 不要貼標籤在他身上 然後想要尊重他的言論自由 今天就算是王秉中去參加那個 那個 什麼 朱立倫跟那個王如玄的大會或什麼 我覺得那個也是他表達一件自由的權利 對啊因為我們是在民主國家 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場 對你知道 然後我昨天講一個 就我們之前有辦一個正義無敵音樂會 那時候請到那個英國非常強的樂團 叫Muse來表演 Muse 我知道 對然後還有請到 超強 對然後在那個時候的中山足球場 現在已經變化過了 已經沒有了 對然後我們那時候還請到一個澳洲的一個 龐克團 我想叫什麼 Strike Anywhere 的一個團 但是澳洲還是哪 我一定忘記了 然後總之呢在那場表演的時候呢 就有台灣的 台灣的樂迷 就是覺得我們這場活動有政治訴求 那正義無敵音樂會 我們訴求的是轉型正義 就是台灣從228的時候到現在 其實是沒有經過轉型正義 所以我們才會有現在社會上面這麼多的一些問題 所以他 但是那個樂迷覺得我們是在騙這個藝人 來 他不知道他來參加的是一個有政治性的活動 可是對於那個藝人來講 他參加政治性的活動 對他來講 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台灣人心裡覺得不正常 所以他就寫信去給那個藝人 還有那個藝人的經紀人說 你們千萬要小心 你們千萬不要來 不要被閃鈴片了 對不要上單 沒有那時候就覺得非常扯 然後後來那個樂團就看看 就覺得這有什麼嗎 我們還是要來唱啊 你到底在幹嘛這樣 所以他就還是來唱 可是這件事情 那時候在網路上面 有引起一些風波 然後我們就覺得台灣人的這種 小警總讓我覺得 我覺得台灣為什麼那種政治 或者是台灣的民主 雖然有投票制度 但是那個民主素養真的 這件事情其實在我們每一場的開講都會講到 很多人可能都覺得我們的民主只要投票就是民主了 所以對很多的台灣人來說 民主化的意義就是我們擁有投票權 但是我們的民主就停留在投票的那一天 但其實民主是一個非常耗費心神 耗費力氣 耗費時間 但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是 有沒有可能互相尊重彼此的立場 互相表述然後互相監督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目前我們還在這個學習跟發展的這條路上 對像前幾天我去跟那個林場所一起上一個新聞娃娃的節目 然後那時候主持人鄭鴻怡有問到我們說 問我啊 好像聽說你對於就是內地的這個講法有一些意見 我說當然啊 因為內地在日本日治時代 在台灣的日治時代的時候 是對母國 殖民母國的稱呼 我們稱日本那時候是內地人 內地延長主義嘛 當那個時候有內地延長主義 所以我覺得這也不是政治的sense 我覺得這應該就是 common sense吧 就是那種常識啊 就是